各位關心開放政府的夥伴 大家好 今天很高興跟各位分享一個主題 出示公司協力的多種樣貌 我是曾冠球 我目前在臺灣師範大學服務 我同時也是數位治理研究中心的研究員 這兩年的研究的主題主要是在 人工智慧跟公共服務之間的一些關係 以及對於我們未來的數位政府發展的一些願景 早些年我理念就比較著重在數位的跨域治理 這個部分就會跟今天我們的主題比較相關 特別是跟協力這個主題相關 首先如果說明一下什麼叫做公司協力 一個比較簡單的定義就是 政府跟民間組織 當然你可以扮只是個人 政府跟民間組織之間 具有共同的願景、目標 並且分享他們彼此的權威、財務 或者是科技、技術方面的資源 以及風險的一種制度安排 這個是一個比較簡單的一些定義 協力最重要的目的當然是希望能夠解決一些問題 在協力的過程裡面 通常我們必須要期待雙方能夠密切做一些合作 這個合作當然是建立在一個基礎之上 公部門跟私部門各自有他們的一些優勢 我們希望在這邊能夠摸索出一些步驟、一些方法 這個是所謂的制度安排 為什麼我們要談公司協力呢? 其中有幾個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首先因為政府的資源越來越有限 這個政府的資源當然就是指政府的人力 或者是政府的預算 或者是衍生出來這些相關的時間、迫切性等等 這個都意味著 必須要仰賴更多的民間的資源的納入 但是相對來說 民間在這方面卻是有一些 這一類可以滿足政府的需求的資源提供 民間的力量通常表現在它的技術能力 或者在它的財務方面 透過政府跟民間之間的資源的交換 或者是我們稱之為共創 這應用在什麼樣的一個領域 它就可以產生所謂的忠效 這個忠效簡單講就是政府自己做 或者是私人行動者自己做 各自力量會分散掉 如果我們能夠把它凝聚在一起的話 就有機會產生所謂的忠效 也就是一加一大於二這樣的一個效果 我們達成這個忠效 從民眾端的角度來看 它就可以提高公共服務的品質 或者說有這種創新的可能性 在某些領域裡面 它可能會稱之為是提供這種物有所值的服務 Value for money 或者說民眾對於政府的服務 或者是硬體建設方面 會有一些滿意度 通常我們在談公司協力 通常是建立在這些東西的基礎之上 但其實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問題 是在我們這一些這五項標題底下 還有一個更核心 我這個投資片沒有特別去凸顯 主要原因是因為我們現在要談公司協力 是因為政府過去可能這類的問題 都是可以自己去解決的 但是隨著社會或者是科技帶來一些變化 導致這些公共問題變得越來越複雜 這些問題變得越來越複雜的結果 就會造成了一種現象 單靠政府的資源 它是沒有辦法去處理 所以它必須要去仰岸民間的資源 這個是我們在談公司協力的 一個很關鍵的一些原因 否則各位可以想想看 在過去30年 至少在台灣 這一塊是沒有特別去凸顯 一直到了1990年之後 就開始在文獻上面 會越來越多談這種網絡 談協力 或者是像我們今天這個主題 叫做公司協力 其實有幾個主題跟這都有關 譬如說像跨部門的治理 或者是跨域的治理 甚至我們今天這個培立的主題 叫開放政府 它也是跟這幾個名詞 是環環相扣的 因為它都是需要仰賴這種 共創這種雙贏 公部門跟私部門之間來 共創雙贏或多贏的一個局面 然後能夠讓民眾 能夠得到更好的一些服務 公私協力通常有幾種類型 譬如說像 基本上來講 它很像是一個光譜的概念 在我們一般教科書來講 公私協力它有分成廣義的 有分成比較狹義的 如果你說比較廣義的 像我們早些年 1980年、1990年 我們有很多所謂的民營化私有化 這個也可以稱之為是公私協力 或者說在這幾年來 被政府運用得非常頻繁的 它的法源的基礎是 政府採購法 這一類的 簽約外包、整體委外等等 像ROT 這類的東西 它其實也可以稱之為是公私協力 或者是所謂的公私夥辦關係 反正只要不是政府自己做的 你都可以把它稱之為是 有民間參與 你都可以把它稱之為是 所謂的公私協力 但問題是這種公私協力 有些它是比較接近我們現在的理想 我們後面會講什麼叫做比較理想 有一些它就變得比較 比較形式化 尤其是像這種簽約外包 它通常都是 比較有一種上對下之間的關係 所以雖然它也是公部門加私部門 但是私部門通常在這過程裡面 它只是扮演一個人家是火技的角色 所以我把它稱之為是 它並不是我們想要特別去 凸顯一種公私協力的模式 真正比較有意義的公私協力 它其實有以下這幾種類型 但並不限於自己的標題 這種公私協力 我們如果是在 大概可以分成有實體的部分 有虛擬的部分 實體的部分 首先第一個是牽涉到儲餐 各位應該有聽過像BOT 或者是OT ROT 像我們有很多的硬體 都是用BOT來提供的 像我們高速公路 ETC 有很多的運動的場館 它也是透過這種 OT或者是ROT的方式 來提供這種服務 這類的儲餐 如果你去看它的儲餐法的一些規定 它就很強調一個概念 叫做夥伴關係 你顧名思義 夥伴關係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希望說這個政府跟民間 它能夠在解決問題上面的 是把彼此當成是一個 一個很重要的合作對象 那這樣的合作對象 它是希望能夠共創雙贏 來共同解決問題 透過一些資源交換的手段 前面剛才跟各位特別報告過 第二個部分是像 有些公私協力 它是反映在一些公共政策上面 譬如像毒品的防治 我們剛才提到說 為什麼政府要公私協力 其中有一個原因是 這個問題變得越來越複雜 我們有一個專業名詞 叫做Weeked Problem 就是所謂的棘手的問題 有些問題很單純 你可以把它做切割 然後一塊一塊處理 可是有一些問題 它是沒有辦法切割 它是怎麼樣 這個問題本身的屬性 是非常複雜,盤根錯綠 譬如說你想想看 一個人為什麼會吸毒 一個人會吸毒 難道是因為只有毒品供應的問題嗎 會不會牽涉到他的家裡的秘書 除了他的學校上面 教育不慎的問題之外 當然還有可能是牽涉到 他沒有工作,沒有能力 所以他在這種 沒辦法支持其利的情況底下 這個毒品的問題 就會變得越來越嚴重 所以你毒品的防治 它不是只有簡單的警察 去抓這些吸毒 然後甚至早期把它視為 是一種犯罪的行人 我們現在很多時候 是把它視為是一種疾病 所以只有警察抓這些藥頭 當然這個藥頭本身是大問題 但是吸毒的人本身 他不是販毒的跟吸毒 我們要去把它做一些區分 所以在這情況底下 這些吸毒的人 他可能有很多原因 所以他可能需要有社會局 可能是勞工局 這些力量進來 所以簡單講,不是只有法務體系 或者是檢察官或警察進來 政府的這些社會局 勞工局 甚至教育局 發生的場域不同 教育局的系統 這些人員都要必須進來 除了這個之外 只有政府部分夠嗎? 需不需要有一些民間 對這個議題很了解的 這些專家也一起進來? 所以你可以想像一件事情 這種毒品防治本身 他就是一個很典型的 需要做公司協議 甚至需要做跨機關 跨部門公司協議 這樣的一個概念 另外像有一些 這個例子太多了 像偏鄉的一些公共運輸 我記得可能是在屏東 最近剛才參與一個屏獎活動 所以就看到有一些 像在屏東一些偏鄉 交通不便 就需要政府出面 去解決這種交通的問題 但是政府力量有限 所以他就需要有一些民間的廠商 贊助這一類的交通工具 當然這種贊助 通常也就是需要有一些 互惠的可能性 比如說打打廣告等等 這個部分很顯然可以解決 偏鄉的財政的一些問題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典型的公司協議 另外 像危機管理的部分 比較著名的摸過瑜 是像巴巴鳳戰 各位應該有聽過 莫拉克台鳳的時候 我記得那時候 台灣數位文化的協會 但有非常重要的角色 在莫拉克侵犯台灣的時候 民間也有很多的這些行動者 他們紛紛擔任這種 協助設立這種網路中心 然後讓這個資訊的 因為你知道危機剛剛發生之後 要做一些處理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這個資訊要能夠掌握 特別是資訊的進來 跟資訊的出去 這個部分要做好非常好的協調 否則的話 這個本身的決策 可能就會產生問題 需要做判斷的人 他拿到資訊的問題 這個資訊本身又牽涉到說 這分雜的 因為你一個危機事件爆發 大家都一團亂 所以就需要有一些民間的專家 來幫忙做這些資訊的匯總 所以那個時候 台灣蘇文化協會 就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 另外像我們這一次的COVID-19 這個口罩地圖 我們唐鳳正偉 這個結合了一些民間的專家 各位在網路上面 你搜尋的話 你會看到這些影片 這些口罩地圖 唐鳳正偉 他是怎麼去跟這些民間的這些 有知之士 共同來對這個 口罩的這個 包含這個 後面有提到 我們近期的這個 簡訊十連制的部分 也是利用這樣的一種方式 公司協力的方式 來解決這一種 民眾在搜尋上面 或者在即時性上面的一些問題 還有正確性上面的問題 這個部分 都是公司協力的意思 除了這個之外 公司協力還有很多 譬如說 像我最近在看的一些 新加坡的智慧國家的計畫 Smart Mansion 新加坡這個部分 它有很多這種公司協力 不過它是反映在 人才交流的部分 所以他們可能 在解決一些問題上面 也需要靠一些民間的人才 這種 我們傳統的方式都是靠這種 考試及格的人力來禁用 但是你可以看得到說 新加坡在解決這件事情上面 尋這種長期正規的方式 禁用這種科技人才 有些時候 會遇到一些挑戰 因為民間的人才 有些時候 他不願意長期待在政府部門 或者說 他另有一些生涯規劃 或者說 他對於這個政府部門 可能受到的限制比較多 所以他通常也不是說 會有這種 待得比較久 這種所謂的肯定 這種永業的一種想法 所以這種公司協力 怎麼樣子 透過一種 所謂的獎學金的計畫 它可以促成這樣的一個交流 除了這個之外 像各位不知道有沒有聽過 一個名詞叫做群眾外包 Crowed Sourcing 或者是Citizen Science 這個翻成是什麼 公民科學還是公民科技 這個部分 也跟這個議題會有一點關係 我們等一下稍後回來的時候 再針對一些部分 再舉一些例子 再來就是像台北市 推參與式預算 他也是用這種公司協力的方式 他的一個專業名詞 叫做官學聯盟 這種官學聯盟 顧名思義 就是政府部門的專家 結合了這些民間的學者專家 有些是大學教授 有一些是 可能是對民間的教育方面 比較有熱心的一些人士 譬如說像社區大學的校長等等 這種官學聯盟 他就是一個很典型的公司協力 而且他是一種 比較屬於真正的公司協力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前面有提到 公司協力 它是一個廣義的概念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行動者彼此之間 沒有大小之分 沒有層級、階級的觀念 雖然這個政府 通常是公部門 通常是為官 但是在這種協力關係裡面 大家是平等、是互惠 然後是要共同解決問題 所以在這個官學聯盟底下 你會發現到一件事情 因為沒有這種長官部署的這種關係 所以通常在合作的過程裡面 大家的地位是平等 那地位是平等的話 這種付出 他通常就是不會說是 怎麼講 就是會有這種傾斜的一種狀態 也沒有這種權力不對等的這種狀態 那你曉得如果說 合作過程裡面 有這種權力的這種傾斜的這種狀態 失衡的這種狀態的話 這種夥伴關係 有的時候他就比較不容易 他就比較不容易 能夠獲得一些維繫 在運作上面就比較不容易獲得維繫 再來另外一種是所謂的 所謂的總統杯的黑客松 各位不知道有沒有聽過 這個也是很典型的 是運用到民間的人才 來幫政府解決一些宜蘭雜政 通常這種宜蘭雜政 都是政府部門自己一方不容易解決的 所以我們需要用民間的這些 這些資訊的專家 他可能先熟這些新興的數位科技 然後加上政府的官員 特定機關的官員 他可能了解這個議題的背景 可是他可能在工具的使用上面來講 沒有像師部門這麼的選手 那反過頭來講 如果沒有政府部門的專家進去的話 只有師部門的這些技術專家 人才進去的話 可能對問題的一個掌握 可能也會有所不足 那另外一方面的政府的強項 當然就是對於這個 除了對議題的選手度之外 另外一方面就是他對於法律規章的了解 可能也比較了解 所以工部門跟師部門之間的合作 就比較能夠創造出這種雙贏的一個結果 那最後一個是像美國的challenge.gov 這樣的一個網站 那其實美國這類的網站蠻多的 台灣總統對黑客從基本上來講 也跟這類的網站的這種運作方式 精神上面是蠻精進的 各位有興趣可以去到這個網站上去看 他也是一樣幾個部會 譬如說國稅局 還是這個什麼環保署 他們會丟出一些代解的問題 在網站上會丟出來 然後尋求民間能量去解決 徵求人才 徵求團隊 有些都是跟政府部門一起來解決這個問題 這個跟台灣的總統對黑客從某些的 對岸表示非常類似 美國challenge.gov這個網站 它裡面還會附有一些獎金 然後呢 徵求這些人才一起來參與 那我最近看了一下 其實不只這個 包含有一個叫做 CitizenScience.gov 也是一個網站 一個平台 那它就是在為這種公民科學 或者是為這種群眾外包 提供一個這樣的一個明鏡 提供一個這樣的一個HUD 讓這一類對於 對這樣的一個議題有興趣的人 能夠進到政府部門裡面來 來暫時的怎麼樣 共同去解決這類的問題 所以我們在了解這類的議題的時候 剛才跟各位報告過 有一些是屬於這種虛擬的 但是有一些是屬於這種實體的部分 那當然這個都是屬於開放政府的一個概念 因為開放政府並不完全是 局限於在這個虛擬的部分 實體的部分 它也並不會去排除 但是在合作 但是在公司協定過程裡面 有些時候會遇到一些障礙 會遇到一些障礙 法令本身就可能是一個障礙 譬如說你資料要釋出 那資料釋出本身 會牽涉到一些隱私 然後牽涉到一些安全的問題 那如果你沒有一些好的規範的話 這個官員本身 對於這個動作本身 他就可能 雖然民間很熱忱要去解決 但是背後會牽涉到一些責任的問題 那這個就必須要去進一步去處理 所以我們在看這些公司協定的個案 或者我們後續會有很多像COVID-19 是怎麼樣做這種公民猜疑的 那其實我們都在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至少就公部門來講 我們想要了解的一件事情是 到底一方面是我們要去了解這種 公司協定的這種 對它有一個正確的認識 然後了解它的一些好處 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我們要讓它能夠鑲嵌在政府的體系裡面 所以我們透過一些不同的Case Study 或者是Best Practice 我們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應該把這一套的不同個案底下的 這個運作的成辦的那一套程序 或者是機制或者是模式 能夠把它給整理出來 然後點點滴滴的累積 然後形成一套比較大的政策架構 或者是一個計畫 來讓公司協定的推動 能夠更有系統 然後更建立在這個 Evidence Based的基礎之上 那其實還包括像我們門員的轉型 也是這種公司協定的 一個很好的展現 那所以呢 這個公司協定 可以看到不管是實體或者是虛擬 它都有一些重要特徵 第一個部分是 私部門有公部門沒有的優勢 同樣的公部門有私部門所沒有的優勢 那剛才我們前面提到 在過去如果公共問題比較單純的年代 那通常在一方 它就具備了絕對的一個優勢 但事實上在今天這個時代 專業分工越來越新 公部門它通常 閒熟的東西就是對於這個領域的一些問題 它的歷史比較了解 政府部門也比較了解那個流程 比較了解法令 但政府部門通常是對於這些技術 通常比較在這個環境的因素影響下 通常比較沒有辦法像私部門一樣去到這樣一個優勢 因為事部門通常會面對環境上的競爭 所以這些專家通常會不斷地去做一些 這一類這方面的自我的經濟 但政府部門通常在這一塊來講 它的專業不是在這裡 它的專業是去立法、定定政策 或者是解決一些服務的問題 或者是溝通上面 專案上面的一些管理溝通的問題 所以如果說政府跟民間 能夠就彼此的優勢 在解決問題上面 需要具備的這些執行能力 或者是我們稱之為KSA 知識、技能、能力 能夠在這方面 數位職能方面 有些時候政府部門沒有 沒有的話 一方面是可以自己賠優 二方面可能乾脆就直接去外面採購 還有一種可能性是乾脆就透過協力 採購跟協力最大不一樣 如果一個是稱之為是甲方 一個是稱之為是民邦的話 如果是採購的話 甲乙雙方的關係 比較是上下關係 但是如果在我們這邊談的這種協力 甲乙關係比較是屬於這種水平的 過半關係 第二個部分是希望說 公司協力 就希望能夠魚幫水 也希望水能夠幫你 工部門幫私部門 私部門也幫工部門 像BOT這類的議題 基本上就是屬於這一種 私部門通常 當然 既然是私部門 它不是完全沒有盈利的動機 盈利的動機 可能是佔一個很重要的比例 但是 透過一個比較好的機制 一方面能夠讓私部門賺到錢 二方面的工部門也能夠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稱之為是魚幫水水幫雨 但是協力的過程裡面 通常都會產生一些爭議 因為很簡單 兩邊它是屬於不同的部門 sector 這些不同的部門裡面 通常有他們各自的一些作業方式 習慣 他們受到的這些拘束也不一樣 公務員有很多的法律會約束它 公務員服務法等等 這個都有可能對於 在協力過程裡面 從民間的角度來看 他可能是認為是 再治療不過的事 但是公部門可能要戰前顧風 這個部分通常是必須要有些磨合 必須要有些磨合 如果比較積極的公務員的話 他可能會採取的態度是 只要法律沒有說不可以 那就是事為可以 這個是比較積極的 但如果說不是那麼積極的 就變成說是 除非法律說可以 我才會可以 這樣的話 他就可能會 對於協力的進展 積極的程度 就會造成一些影響 因為協力過程裡面 通常會有一些爭議 所以我們的信任關係 通常都是在1.1滴的爭議裡面 每一次的專案會裡面 我們會去做一些這種 彼此都會做一些協商 有可能會有一些妥協 那有些東西可能就是真的就不允許 那這個就是信任關係 就從這邊開始產生 那這種信任 在危機的時期是比較容易信任 一般來說 那如果是在成平時期的話 因為他的迫切性不是那麼強 那所以這種信任關係 他就有待磨合 那再來就是這種夥伴關係 剛才前面提過 很重要一點是 他們彼此之間的地位要是對等 地位如果不對等的話 他就是一種垂直關係 上下級之間的關係 那我們有很多的DOT的案子 這種處產的案子 他的一些失敗 至少從公司部門的角度來看 他可能會認為公部門 並沒有做到這種夥伴關係 那當然這個就是前面 在第三點所提到的這種信任關係 建立過程裡面 產生的一些溝通上面的一些問題 產生溝通上面的一些問題 那這個必要 必須要從一些個案裡面 去做一些判斷 這個不可以 沒辦法一概而論 那再來就是彼此合作 公司部門彼此合作 然後試圖把柄做大 把柄做大 產生這個中效 剛才前面提過 那如果這種柄做大之後 那就有一些mine-stone 就建立了 一些里程碑就建立了 那雙方在這邊呢 當然就會 這個信任感 就很像滾雪球一樣 會越滾越大 那對於彼此的下一次的合作 就奠定了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基礎 那最終呢 你就會發現到一件事情 是公部門可能沒有辦法 失去他這個合作夥伴 那支部門合作夥伴 當然就非常樂意 跟這一位特定的公部門的夥伴 這一個繼續合作下去 所以這個大概就是公司協力的 一些主要特徵 那公司協力有什麼困難呢? 其實我們有些部分前面已經有提過 那我們再把它細部來講一點 第一個部分是 通常是民間部門 不太了解各政府部門 第二個部分是政府部門 也不了解民間部門 有一些的機關 通常跟這一個 比較多這類的互動經驗 那他當然就會對公司協力 對開放政府比較抱持open的態度 但是如果你從來沒有做過公司協力的 你也沒聽過什麼開放政府 你也對於公民參與這個名詞 也了解有限的 那可能就 剛好就觸犯到我們這邊所提到的 你不了解我 我也不懂你 所以彼此對於對方的這些想法、邏輯 做事的這些風格 就會有一些 可能在過程裡面就產生一些摩擦 這個就難免會產生一些摩擦 所以 解決這個問題最好的方法是 有一些管道能夠促成他們相互理解 促成相互理解 能夠讓彼此在過程裡面 能夠彼此相互尊重 這一點是蠻重要的 再來就是 第三點的部分是 公司協力有些時候 在某一些的領域裡面 它會產生困難是因為物換性 人事與非 為什麼呢? 因為你合作的對象通常是 雖然是你跟某一個機關合作 但其實是你跟機關裡面的某一些 承辦人員或者是主管合作 但是 你熟悉的夥伴 過去有很好的合作關係的夥伴 有可能怎麼樣? 商調,有可能是升遷 在這情況底下 你們過去的這種默契 工作默契 可能就會產生一些改變 所以雖然機關還在 但是人已經離開了 所以你們之間的 協力關係又要重新開始 公司協力還有一個部分 就是它會有這種 從第三隻眼的問題 這個意思是說 會有外界對於公司協力的一些 帶來的一些觀察 甚至是一些期待 甚至也有可能是一些壓力 這個會導致公司協力在過程裡面 至少從理論上面來講 其實實務上面有很多這種例子 公部門會有些賺錢顧貨的問題 簡單講公部門跟師傅們合作 一方面是法令的問題 那二方面它會考慮到外界的有關 什麼是外界? 你可以說是檢察官是外界 你可以說是法官是外界 你也可以說是媒體是外界 甚至在某一些個案裡面 有競爭性的廠商 它也可能是所謂的外界 等等 當然民眾也可以是外界 第三隻眼 所以這種公司協力 它要經得起考驗 特別是在陳平時期 我們就要去意識到說 它要有這種正當性 能夠讓彼此合作的雙方 都沒有太大的一個負擔 然後能夠怎麼樣 經得起外界的解釋 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那所以呢 整體來說 我想我們今天的主題是 出示公司協力的多種樣貌 所以大概我就把 前面所期待的這種類型 來跟各位做一些介紹 正面來講 對於公司部門行動者來講 首先第一件事情 他應該要相互了解彼此 了解對方在這件事情上面 他的一些期待 他的一些目標 或者他的一些優勢 甚至是劣勢 都應該去做一些理解 再來呢 需要透過時間來建立一些共識 時間是不可避免的 再來是不碰禁忌 什麼是禁忌呢 剛才提到第三隻眼的問題 或者說法令上面 明白就告訴你說 這個是不允許的 在未修法之前 這恐怕就不適合作為一個 或作為一個議程 就不適合去觸碰這些東西 還有一些東西是牽涉到 這個協力過程 要讓它能夠透明 甚至要 在某些情況底下 可能需要一些 我們稱之為是 inclusiveness 就是多一些包容 寒容性 反而比較文雅一點的寒容性 這種透明 有一部分它可以解決掉 前面所提到第三隻眼的問題 陽光照得進來的地方 比較能夠 不會有一些 貪腐的問題發生 公務部門跟私部門之間的合作 跟私部門跟私部門之間的合作 有一個很大的不一樣 因為 有些時候這牽涉到一個國家的文化 因為有些時候 從社會角度 它會對於公私部門過程甚密 會付一些不一樣的解決 但是我們今天這個時代很吊詭 你希望把公私部門分開 分得越開越好 那你可能就會定一些 像旋轉門條款這樣的東西 甚至就有很多這種禁止的一些規定 所以這個東西通常怎麼講 它沒有絕對的好 就要看這個時代的需求 問題解決的需求 再來就是資源要能夠共享 這個資源共享就是 公務部門需要私部門幫忙 技術、資金等等 甚至一些比較有創意的想法 但是公部門也要盡量去幫私部門 去排除掉它在協力過程裡面 遇到一些挑戰 通常公部門能夠做的是什麼 最大的地方就是它擁有公權力 它可以協助排除掉一些障礙 當然了 這個也要建立在前面的基礎之上 不碰經濟這個部分 除了資源共享之外 還有一點是很重要 彼此的風險要能夠分擔 因為合作不是只有完全的好處 合作本身也可能會產生一些 對某一方來講也可能產生一些風險 或者一些挑戰 所以所謂風險分擔的意思 具體的講法就是 你可以承擔的部分 就應該由你來承擔 如果你不適合承擔的 就由對方來承擔 如果兩方面都不適合承擔的 那就只好怎麼樣 一人一半共同分擔 所以如果像有一些個案裡面 會提到這種所謂的政治風險 政治風險這個東西當然就是 可能公部門的比重要高一點點 簡單講是這樣 公部門比重要高一點 但是如果你是涉及到這種財務的風險 那這個是應該有私部門 所佔的比重應該要大一點 因為這個是他可以控制的 所以風險分擔是建立在一個基礎之上 隨適合承擔這樣的一個風險 最後一點當然就是比較一個結果 希望他們能夠共創雙贏 或者是多贏這樣的一個局面 把柄做大產生忠孝 然後對人民的生活能夠改善 問題的解決能夠有幫助 我們看看這一次的這個口罩的地圖 你會發現到說他就可以帶來這樣的一個效果 那不管是這個政府部門的成就感 那民間的貢獻的這一些actor 他們也感覺到說能夠怎麼樣 產生很大的一個社會影響力 那對民眾來講呢 他也覺得說政府即時的解決這些問題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如果一件事情是完全有公部門來做 或完全有私部門來做 他們彼此之間因為他的優勢不同 所以在合作上面來講 有些時候就會遇到一些障礙 所以彼此之間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要盡可能怎麼樣 替對方排除障礙 那這個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那今天的時間呢 我在這個初步介紹上面來講 跟各位提到這邊 那後面 如果有機會的話 各位可以去了解這些公司協力 不管是實體或虛擬上面一些個案 他們是怎麼樣子從這一個 合作過程 剛才提到建立共識摸索 他們是怎麼樣子從這個客補種種的挑戰 那怎麼樣子去建立他 從這邊我們被歸納出一個什麼樣的人理人則 然後設計他比較好的機制 比較好的程序 能夠讓更多的行政機關的公務員 能夠擁抱這樣的一個概念 因為在我們今天這個年代 這種開放政府 什麼協力創新 基本都在談這種東西 都在談這種跨域這樣的一個概念 這樣才能夠解決這種很複雜的問題 好 那這個是今天的報告 時間到這邊 謝謝大家 好 謝謝曾老師為我們帶來這一個 精彩的簡報 我想在這個簡報的內容中 大家也可以發現 其實公司的樣貌非常的多元 那在我們的slido上面 大概也有四五題的提問 這些提問甚至是有點尖銳的 提醒各位在線上觀看的學員 可以趕快到我們的slido裡面 看一下這些問題 我們把握現在最後的時間 我們大概有15分鐘的QA時間 那曾老師在線上嗎 對 在線上 是是是 那個鄭老師可能也可以先看一下 我們slido上面的問題 我看了一下這些問題 雖然有一些很尖銳 陳述蠻多的 可是我想最後還是扣連到 這麼多種的形式 我們在什麼樣的狀況下 可以用哪一種公司參與的機制 我覺得是有一些問題的連結性 包含說 譬如說有人講 很多促參 山野BOT 海野BOT 那個電影海角七號裡面的 那這個促參很多時候就是成為 譬如說共犯結構 或者是官商勾結 就是被指控這種營運 所以有沒有什麼樣的方式 可以把這種公司協力的公益性 做一種評估 或者什麼時候使用哪一種 否則這邊 哇 你看這一題 有人舉了好多的例子 你說雅尼案 e-tech國道的電子收費案 高雄大林浦 這些新竹普玉種種的 其實就是這也是公司協力啊 只是政府部門跟建商 那他們也是各有所長啊 也是魚幫水水幫魚啊 這個跟您簡報裡面提的東西 其實也沒有衝突 但是我們看到的事情是 它的私益私利大於公益 所以如果說我們用後設的角度來看 公司協力這麼多種樣貌 怎麼樣去評估 什麼狀況下適合用哪一種 那或者是說 先回答第一個問題這樣好了 我看這個東西蠻多人關注的 OK好 那個謝謝主持人 那這個也謝謝大家關心 這個公司協力的問題 那我想 這裡面所提到的協力有好多種模式 那這邊有提到的一些這種 公共服務或公共建設 它比較是屬於走這種促餐的路線 像這種國道電子收費啊 那有一些東西它其實 跟這個促餐會比較沒有關係 因為它可能是 簽訂一些備忘錄啊 那它也是同樣就是可以去做一些進行 所以這個可能要分開來談 不過各位現在談的這一些這種 這一些這種 關上勾結的這個問題 這個我剛才就跟各位一開始就提到 這個 我們過去是希望公跟私能夠很明確的分開 但是因為從解決問題的這個複雜度啊 或者是這個民間的資源 政府資源匱乏上面來講 我們又不得不走向公跟私要有一切一定的合作 那我知道我們這個社會啊 它一直處在這個擺盪 一直處在這個擺盪 那當我們在提倡這種公司協力的時候啊 我知道這個在台灣是一個很困難的問題 因為這有些時候是一個怎麼講 就是一個怎麼講 有些時候是我們 有些時候是這麼講的 我們是盡可能要去減少一些弊端 盡少盡可能去減少一些弊端 因為你反過頭來講 你為了去防止一些弊端 而不去推動某一些的創新 那等於是這個創新帶來的好處 它也等於是一種成本 也等於是一種機會的失去啊 這兩個是要互相做比較 簡單講它沒有絕對好 公司協力它有它的好處 但它也會有它的壞處 那現在問題是說你在這個時間點上面 你要不要讓你的那個鐘擺 往左邊靠呢 還是回到更保守的狀態 差別在這裡 那各位會提到很多的負面的例子 那反過頭來講 那如果通通的不要這些東西的話 那你也會失去掉更多 所以這個要比較 那另外一個問題是 這個弊案怎麼辦 那我的看法是 基本上來講就是你盡量要透明 我只能這麼說 盡量透明 盡量透明 因為在透明的過程裡面 就有很多隻眼睛會來看 那至於說會不會被看到 那是另外一個問題 但是 政府要在這方面展現一些 它的這樣的一個 開城布公的這樣的一個環境 大方向大概是這樣 謝謝 我想鄭冠球老師有提到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是每一個創新都有它的風險 這些弊端 可能就是我們要創新 可能面對同時 就是也要去應應的問題 所以這兩個題目呢 其實無論是有人在乎 公司協力有沒有評估的指標 亦或是這些公司協力的那個 那個決策形式的這個過程 那 鄭老師有提到一點 資訊揭露是很重要的 那我有讓這些 資訊揭露的過程中 我們才知道說 原來這個東西其實 對於我們的公益性有多少 那接下來呢 這一題 也是大概是這樣的問題 就是公司協力有沒有什麼評估的指標 否則那麼多種形式 如何判斷要用哪一種 BOT、OT等等的 鄭老師你怎麼看 這個評估指標 我就單純回答一下這個評估指標 這個評估指標 你可以想像一下 一個是 就整個公司協力的整體的指標 會是什麼 這層次 公司協力整體的指標是什麼 再來就是對於 個別的參與者的指標會是什麼 這是一個層次的劃分 如果是 就前面來講 他就是一個總結果 那各位想想看總結果 什麼東西 是可以適合做 做為一個 這樣的一個指標 那可能是會牽涉到說 你解決了什麼問題啊 對不對 然後或者說是 這個 他的這個創新的程度啊 滿意度啊等等 大家都重視的 但是對個別的行動者來講 他可能也會有一些評估的指標 譬如說 他參加這個東西 對他個個別的行動者來講 有沒有一些好處 如果對個別的行動者來講 沒有好處的話 這件事情 就算對結果有好處 那他可能遲早會離開這個團隊 所以個別要能夠得到好處 但是總體也要得到好處 當然總體的好處是 更重於個體的好處 但基本上來講 他是一個平衡的 這是一種角度啦 來區分這個評估架構 另外一種可能性是 你可以就結果面來提出他的評估指標 你也可以就過程面來評估指 提出一些評估指標 那我剛才講的結果面已經提過了 就是整個outcome的部分 output的部分 那你過程的指標 可能會牽涉到這個 彼此之間的信任 對不對 信任的部分 如果你這個指標是做得不錯的話 那可能對後面來講會變得更好 那我們其實很多的處三案 公跟市之間結果不好 為什麼結果不好 因為過程不好 過程之間可能因為你在解決問題上面的那個 誠意不足啦 所以彼此之間可能在謀先 因為你知道那個定那個合約 本身通常是不可能定的完美 就會有一些爭執 會有一些爭議 那會有爭議這時候就牽涉到一個問題 大家對這件事情解決的態度 我剛才講過 有的是法律沒有說不行的 那我就是認為可以 有的是法律沒有說行的 那我就是認為不行 那這完全是截然不同的態度 截然不同的世界觀 那對方就感受到 我花了這麼多錢 花了這麼多時間 花了這麼多資源 那政府部門沒有幫我解決這個東西 所以這個過程指標 他可能是比較偏重在 雙方的互動過程 互動品質 就對這一題大概先回答到這邊 謝謝 OK好 謝謝曾老師 他是有提到說 其實在這個互動過程中 建立公共信任是非常重要的 那當然我們在創造公共利益的時候 也可以創造私人的獲益 這不是件壞事 可是這個權衡的過程中 其實也是有許多我們需要注意的地方 好 那前面兩個大概都是針對公司協力 該如何採取的模式 詢問 接下來這一題呢 其實是比較具有那個聚焦在參與式預算 因為我們前一堂課有 心已提到就是 桃園和台中的參與式預算 那有別於就是桃園或台中 台北的參與式預算 還多了官學聯盟 這部分可不可以請曾老師稍微多講一講 他的法源依據是什麼 有辦法複製嗎 那要複製的時候要注意什麼 那台北的參與式預算有官學聯盟 可是桃園和台中並沒有 那有跟沒有又差在哪裡 來 我們請曾老師 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我覺得問得非常好 那官學聯盟是一種公私協力 簡單講你推 你推動任何一個東西 參與式預算也好 不是參與式預算也好 你可以透過委外的方式做 你也可以透過協力的方式做 那有沒有差別 這個是我們要去區變的 你如果透過委外的方式做 那就是包給學校 或包給一些民間組織去做 那你知道外包出去通常會有一種特徵 我不能說百分之百 但百分之八十會有這種特徵 那就是這件事情跟我無關 怎麼會跟你無關呢 但事實通常是這樣 為什麼 因為交給民間去做 因為我沒有力氣做 沒有時間 所以交給民間去做 交給民間去做 我只負責驗收 那這個情況底下 那個知識會流失 因為你包給民間去做 那就學者專家或者廠商 在這方面會一直不斷的累積知識 但是承辦人員工部門 他在那個domain的那個部分 他是沒有辦法累積知識 他程序上面當然OK 但是那個這個專業本身會沒有 但如果是公司 如果是協力或者是官學聯盟的話 他的好處是公部門的人 不會認為這件事情是丟給民間去做 我用丟這個字 意思是我們要一起共同做 為什麼 因為我們是 我們要一起做 我們不是這個 我們是夥伴關係 不是夥計關係 夥計關係是我叫你去做 夥伴關係是我們一起做 那什麼叫做一起做 就是你如果公部門沒有扮演一定的角色 我私部門可能也不會有太大的意願 那或者說我們沒有彼此這個 在角色扮演上面依照專業分工 我剛講過公部門有公部門專長 私部門有私部門專長 那如果說在這個部分 你不是用一種夥伴的態度的話 那彼此的專長沒辦法產生忠效 所以這個是簡單講 協力這個東西 從長期來看 他會對這個 對公部門的知識怎麼講 就知識的這個 建立啊 我覺得會比較好一點點 那法源依據 這個部分沒有法源依據 這基本上來講就是 主事者認為這樣子做法是OK的 所以大概情況是這樣 不知道有沒有回答到問題 我想應該有啦 反正就是法源依據目前是沒有的 可是其實 與其說要複製的過程中 要注意什麼 其實剛才曾老師有一個 那個亮碟我還蠻喜歡的 他說其實是夥伴關係 不是火技關係 公部門在委外的時候 並不是把東西丟給私部門就算了 而是要跟公部門的 公部門要跟私部門的夥伴 一起就是來針對這個議題 一起來前進 所以這個平行的夥伴關係 有別於過往的委外 只是上對下的火技關係 我想也是剛才曾老師在這個 演講過程中不斷有強調的概念 不過接下來這一題還是針對 官學聯盟在進行追問 蠻有趣的 剛好都有蠻多 很多夥伴點了讚 代表他們也很關心 他說 就是很多的御用學者 是政府要來壓制公民的陳情抗議 反正只要找學者專家背書說 你們民眾沒讀書 所以就閉嘴 那我們如何在這個官學聯盟中 確認這個學者 是御用學者橡皮圖章 還是真的是客觀的第三方 曾老師你怎麼看 你們的問題真的非常的好 非常的尖銳這樣子 那 臺北市的官學聯盟 他的特色是 所有的 怎麼講 參與的學校非常的多元 他不是集中在少數 特別好的學校 譬如說像台灣大學這樣 亮點特別大 不是 他是非常的多元 各位可以自行去查詢 好 那我 我這個問題我先回答到這邊 但是各位剛才講的這個問題 背後有提到說 這個御用學者的問題 這個問題也非常好 我覺得在過去的時代裡面 你可以找學者專家來幫政府部門背書 但是你曉得這個 在某些議題上面 這個 其實專家本身對一件事情 他也會有一些 不管是認識論也好 價值觀也好 意識形態 多少有可能會有這種情況 那這個問題怎麼解決 你不可能跟專家說 因為你是贊成 所以你就御用學者 你是反對 你就是御用學者 不能這樣子分 我們從公民社會角度來看 我覺得比較好的做法是 專家可以有不同的立場 我們也可以懷疑說專家本身 他有一些意識形態 好那沒有關係 你可以去查一下 像那種環保的這個單位 他們有一套衝突 爭端解決的一套程序 那個基本概念就是 總有專家是贊成開發 也會有專家贊成反對 也會有專家是反對 那很簡單 那民眾呢可以請這一些 專家來怎麼樣 對話 這意思是說專家做為民眾的代理人 因為我們假設一件事情 民眾可能口條或專業 或者法條上面嫌熟度 可能比一般的民眾好 但是專家本身有沒有可能是 御用學者 那很簡單嘛 不同立場專家同時怎麼樣 分成正跟反來做對話 那民眾站在第三方來做 提問或做請聽 那在這過程裡面 他就有機會去釐清爭議 簡單講 爭議越變越明 你可以派專家去幫忙辯論 請專家幫忙辯論 那你在旁邊提問題 那這樣的話 可以事實可以澄清 像我們現在疫苗就是一個 類似這樣的概念 好來我們時間的關係 因為我們這個課程順延5分鐘 那我們上面只剩最後一題 我要動用一下主持人的特權 老師 最後一個問題 也想請你做個小節 就是我們其實都希望公司領域 可以合作得更密切 可是剛才講的很多 其實是官方可能的一些弊病 那現在如果關係到民間的話 如何促進民間的相關意識 讓公司領域可以有更密切的合作 最後是幫我解答這個問題 然後給我們一個小節 我們就結束今天早上的QA 如何促進民間的相關意識 讓公司領域的合作更為密切 我想這個我不是公委 我覺得基金會辦這個活動 我覺得就非常好 因為我想在座的一定 這個螢幕前的這些觀眾 一定有些是公部門 但是也會有些是師傅們 那我對這個議題的了解 是我們都共同在學習 它是一個旅程 你了解我了解 它不是一個終點 它也可能也沒有終點 它是一個不斷在學習的一個過程 那我們基本上來講 我們的角色就是 我們就我們所知的東西 就丟出來 然後我們了解一下說 世界各國狀況大概是怎麼樣 那各位聽了之後就發現說 它很像是一個旅程 然後大家都在這邊摸索 為什麼要講摸索呢 因為我們在發生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政府的制度 或政府的文化 它並不是完全的支持你做公資協力 絕對是這個樣子 為什麼 因為你有一些的制度 或法令規章 它其實是不鼓勵你合作 那我們又需要合作 所以它就處在一個很矛盾的狀態 那問題是 我們有這樣的一個教育 這樣的一個賠利的機會 那大家就可以吸收一些觀念 那各個不同的部門 公部門、師部門 對不對 就會在這邊互相做調適 譬如說公部門 可能這樣子聽了之後 他可能會回去做某些的法令上面 去做一些修正 那整個社會的進步 大概就從這邊開始發生 謝謝 謝謝曾老師 為我們帶來精彩的QA跟總結 那提醒大家 我們上午要簽退 請務必要回到我們線上會議室 裡面有專屬的簽退連結 然後下午的課程呢 是1點半開始 提醒大家最好提早個10分鐘 我們提早做這個線上的測試 所以再次提醒就是上午的簽退 然後下午的議程呢 因為有要分組討論 所以如果提早做這個器材測試 如果有狀況的話 趕快私訊粉專 我們趕快有專人幫您做解決 那再一次感謝曾老師 為我們帶來的這個簡報跟QA的互動 那大家我們12點20先上見囉 謝謝老師 大家先上見 拜拜 謝謝大家 謝謝